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由谁担任主火拒手 是中方做出的正常安排 轮不到美方说三道四 美方所谓种族灭绝是世纪谎言 这充分暴露了美方将冬奥会政治化 借涉疆问题恶意抹黑中国的险恶用心 美方的做法不得人心 注定彻底失败 让自己变成孤家寡人 美国历史上对印第安人进行种族灭绝 也有长期系统性歧视少数族裔的顾及 印第安人口从15世纪末的500万 骤减至20世纪初的25万 减少到二十分之一 什么是种族灭绝 美国对印第安人实施的政策 才是真正的种族灭绝 美方应该做的是认真清算自身 对印第安人种族灭绝的历史罪行 采取切实措施 减少针对印第安人 非裔亚裔等少数族裔的种族歧视 对印第安人口 代表明的物质 是一个危险的